這裏是唐行街 反正是唐行街附近 偶爾吃不健康的食物 一年一兩次的臘肉 臘肉蒸飯有什麼 我平時都不吃飯 我除了有鹹魚菜 還有臘肉菜 其他我一年很少碰米器 一年之中我吃不到十碗飯 由小到大 家人是個個飯桶 只是我這樣 他們都說我不是廣東人 唐行街蕭條 真是蕭條 唐行街很蕭條 真是蕭條 真是蕭條 都正常的 老實說 以前唐行街有些老華僑 怎麼說 老華僑 突然間有 97 97的移民潮 97那回事 90年代的移民太多 那時候 還有64 64 有很多 很多人留在這裏 那時候 很多唐人 太多唐人了 老華僑 幫忙照顧小孩 幫忙做東西 現在變成 這裏 每次都是圓窗 這間餐廳 買蠟肉 一家蠟肉 來 有很多 沒有 他幫忙 你幫我 財 tall 我買了一條骨,幫我貼一條骨 我買了一條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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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元 三百元 間足一和 一年兩次 我喜歡吃蠟肉 我買了一條骨 那些蠟肉 就是廣東蠟肉 不懂得說 我每次都有 這間蠟肉 我都可以 很久了,現在沒有人 完全沒有人 真的 我來的時候 不要說是拍車位 行路 擺攤都出來了 現在是老爺 沒有 怎麼說呢 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故事 以前 老華僑 移民多 每個人都賺錢 老華僑 經濟 有些是退休 不用做 出來喝茶 本身買東西的地方 也不是那麼多 我記得我九十年來 星期六日 商店都關門 五點鐘、六、七點 很多都關門 六日 沒有什麼地方去 唐街買菜 買什麼 唐人街 也就是 中國人的中文 學習班 補習班 集中 那個年代 唐人 很虛陷 很多唐人 那時候 都很輝煌 那時候西人都來 吃吃吃玩 九十年代 因為移民潮 唐人 總之 有些中港台 唐人 帶著文化 帶著 情感 所以唐人街 有個氛圍 後來 現在 時代不同了 散了 整個溫哥華 新城市 衛生城 很多要買東西 很多要做東西 都有唐人的東西 而且二代三代 大了 未必一定會 買老婆餅 買燒鴨 不同了生活 可以這樣說 唐人街 之前還可以說 旅遊區 連支撐點都沒有 怎麼做旅遊區 就等於 好像 Potland 唐人街 很凋零 已經沒有唐人在那裏 美國的Potland 唐人街 看不透的 都是新人的 已經沒有唐人 願意留在那裏 剩下幾個同鄉會 因為以前 買下的樓 在那裏 在那裏 扎根 以前 唐人街 都很多 一個時代 一個時代 90年代 都 不知不覺 漸漸凋零 以前 還說年輕 小子 說做爸爸聲 現在 頭痛 腰痛 膝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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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衝過了 啊